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新手學這個頻道的時間 臨近冬天,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 用Buno豆漿機製作最適宜冬天飲的甜品 是什麼呢?就是這個杏仁茶和杏仁糊 大家請支持五部曲, 訂閱, 按LIKE, 看廣告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share 還記得留下個禮言 今天做杏仁糊的材料有冰糖, 20克 好, 接著我會準備下杏仁 首先會先下藍杏 我們會用Buno送的涼筋, 加兩匙斤的藍杏 然後再加少許不杏 不杏的份量很少就可以 大約跟藍杏的比例是10比1 之後就把藍杏不杏洗乾淨 然後再用水浸一浸 浸大約3小時 好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杏仁的知識 左手邊大顆的就是藍杏 我們叫做甜杏仁 右手邊小顆的就是不杏 我們叫做苦杏仁 兩款杏仁都會一起去用 藍杏沒有毒性, 不杏就有少許毒性 我們下的比例是10比1 藍杏就是潤肺 不杏就是止咳 通常藍、不杏都是一起去用 接著我們會用Buno的涼筋, 加一斤米 然後我們把米洗乾淨 洗乾淨了米之後 然後我們就浸水浸3小時 加米, 就可以令到杏仁茶會稍稍稍稍稍 變成一個杏仁糊 如果喜歡吃有口感的朋友 就可以試試加米 令到它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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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加米和冰糖 我們要把材料放進豆漿機 首先我們會把藍不杏放進豆漿機 放完杏仁之後 再把米放進豆漿機裡面 放完米之後 最後就放一些冰糖 這些冰糖大約20克左右 喜歡吃甜的朋友可以加多一點 如果不想吃那麼甜的也沒問題 最後加水 加水 加水我們要加到哪個位置呢 就加到它那個黑度的位置 去到Mix的位置 接著我們就會把蓋子關好 然後把箭嘴對著箭嘴的位置 接著就把電線插好 接著就可以開電子 開了電子之後就會有四盞燈 接著會選第三盞 Mandashrub這個位置 接著就開機 接著要來 下水 一會兒 現在是放在蟹蟹蟹 一會兒 一會兒 你會拿到蟹蟹蟹 一會兒 其實一會兒 會拿到蟹蟹蟹蟹 沒辦法 有很多東西 現在要吃飯 隔了渣後會畫很多的杏仁糊 杏仁糊已經做出來了 算不錯,挺漂亮 片尾的時間,我會跟大家分享杏仁糊和杏仁茶的分別 現在我們會開始製作杏仁茶 輪到杏仁茶,杏仁茶材料有冰糖20克 藍痕,我會用他搬奴送的兩斤,放兩斤藍痕 不痕就放少許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參考片頭的杏仁糊份量 大約那份量是10比1,10份藍痕,1份不痕 然後我要把藍不痕洗乾淨 洗乾淨後浸水,浸3個小時 杏仁茶材料準備好了 我們有藍不痕,還有這個冰糖 材料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我們要把豆漿機的蓋打開 然後把藍不痕倒進豆漿機裡 倒完藍不痕之後 然後我們會把冰糖倒進去 下完冰糖之後就加水 加水加到黑道上面的位置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把蓋關上去 大家記得三角形要對抵住三角形的位置 接著就是插電線 開啟,穿了四盞燈,第一個就是梳妙那鍵了 好了,杏仁茶做好了,隔渣就比較好 大家留意隔渣的分別 剛才杏仁糊的杏仁茶比較濃稠 現在你看到杏仁茶的杏仁茶 隔起渣都很快,杏仁茶就流進去 渣全部都可以隔開 其實隔了渣之後,杏仁茶十分滑,十分好吃 杏仁茶和杏仁糊都做好了 大碗,上面的碗就是杏仁茶 下面有波點的碗,小碗的碗 就杏仁糊了 杏仁茶和杏仁糊 其實非常適合冬天這個時間飲用 它不但可以潤肺化痰止咳 而且對美白皮膚也很有功效 好,看看杏仁糊 杏仁糊筆起上來比較濃稠 非常有口感 如果喜歡口感的朋友,可以試一試這個杏仁糊 好,看看杏仁茶 杏仁茶,用來搏起上來的時間 非常滑溜 冬天這個時間,喝下去非常舒服 非常滋潤 多謝大家收看我的頻道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請訂閱我,給個like我,介紹給朋友 以及在下面留言吧,拜拜!